欢迎您收看8月21号的早安新唐元 我是张麒麟 现在来关心今天的天气情况 从今天开始 由于太平洋高压增强 午后雷震雨的状况将明显减少 雨势也会比较集中在山部地区 但局部地区还是要留意 可能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出现 不过预估未来几天受到高压笼罩的影响 天气还是会越来越稳定 而温度方面因为少了午后雷震雨的调节 则是会越来越高 回到夏天典型的热浪天气 提醒您又要开始注意防晒 多补充水分预防中暑 接着带您一起来看到国际媒体的重要讯息 首先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报道 赖比瑞亚实施隔离控制伊波拉期间爆发冲突 赖比瑞亚政府封锁首都蒙罗维亚的西点平民区 当地民众怀疑政府将其他地区的伊波拉病患也带到该地 愤怒的民众丢职石块 试图冲破铁丝网 但遭到士兵开枪阻拦 继续是英国广播公司BBC的报道 美国白宫证实IS圣战组织 所发布的美国记者佛里遭砍头的影片是真实的 接着看到大金融时报纽约大都会版报道 大陆一线城市房价起跌 7月房价跌幅扩大 北京 上海 广州 深圳新房和二手房价格首次集体下跌 接着看到大金融时报台湾版报道 张显耀被辞职 金普聪否认操刀 来看到日本朝日新闻报道 广岛大规模土石流 39.4 其人行踪不明 早安新唐员先来带您关心 针对美国摄影记者佛里遭到逊尼派胜战组织 伊斯兰国斩首事件 白宫已经证实影片的真实性 而美国总统欧巴马也在昨天举行记者会发表声明 欧巴马说已经与佛里的家人通过电话并表达哀悼之意 同时言辞强烈地指出 伊斯兰国是一种癌症 在21世纪根本没有立足之地 日本广岛市北部昨天凌晨毫雨成灾 多处发生土石流或崩塌压毁民宅的意外 日本媒体报道 目前死亡人数已经攀升到39人 还有7人下落不明 当地时间19号晚到20号凌晨 日本广岛市安佐南区安佐北区局部出现暴雨天气 并且发生泥石流灾害 多处住宅被掩埋 广岛市内至少有20余人死亡 10人下落不明 日本当局已经派出自卫队和直升机到当地救援 广岛地表疏松在过去也经常发生泥石流灾害 新长人记者李博文综合报道 记者带您用100秒浏览重要的财经讯息 亚洲开发银行19日公布报告表示 如果不采取行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阻止全球暖化 印度、孟加拉、米波尔、斯里兰卡 不但于马尔地夫六国的国内生产毛额 在2050年平均会损失1.8% 而是其末提数时损失扩大到8.8% 华籍银行正严拟标授在日本的消费金融事业 以便专心于日本企业金融、投资银行及交易等业务 俄罗斯报复西方技术制裁 欧盟紧急拨出1.25亿欧元 补偿受俄罗斯禁止进口欧洲蔬果冲击的农民 避免农产品流入市场导致价格崩跌 欧望这项紧急协助措施将立即生效 11月底结束 根据广州市房管局阳光家园的统计 即8月首周楼市小回温之后 广州一手住宅市场成交量仍然出现大幅下滑 一手住宅成交量环比下跌10% 即使在9月、10月份楼市传统的销售黄金期 也难有起色 新台电视这里报道 透过网络连结 民众现在可以透过云端让生活操作越来越便利 其中车联网就是各家大厂投入的焦点 甚至台湾笔电大厂华硕与和泰汽车 共同推出智慧行车系统 透过平板就能导航 将平板插入汽车音响设备 透过NFC传出技术 就成了汽车导航 不但可以语音搜寻 支援4G LTE上网 更能快速浏览街景 甚至是附近的加油站等贴心服务 日系品牌总代理荷泰汽车 与台湾笔电大厂华硕平板结合 首创推出可拆试的智慧行车系统 车联网商机无限 网通业者也积极布局 像是Google 明泰推出无人驾驶系统 以及中壘的LTE Hotsport车载系统 台湾电信龙头中华电信远传 也挟着4G LTE快速上网的优势 投入智慧交通车联网的行业 对汽车厂商来说 原本就有一定的销售量 现在加上云端技术 是否会带动新的商机 现在还是维持三十九 那会不会再上售还在讨论 所以有机会吗 有机会但是我们还要再分析一下 汽车连接云端 各家大厂都看好这项趋势 不过未来市场的接受度如何 还有待时间检验了 新航人亚太电视 曾荣豪李晶晶 台湾台北报道 又差点有飞航意外 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 今日有一架客机准备起飞时 因为一名女乘客放在皮包内的iPhone 5 突然着火 机枪人员被迫紧急疏散乘客 这架客机原定由特拉维夫飞往捷克波拉格 但当飞机快起飞时 女乘客的皮包突然开始冒烟 打开皮包后 见到火光 机舱迅速充满浓烟 飞机立即停飞 机主人员马上疏散乘客 手心这起事件并未造成任何人受伤 广告过后 我们带您关心 台湾艺人柯震东在大陆设吸毒遭拘捕 大陆没有依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内容通报 陆委会说原因还在了解当中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继续一下早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台南白河台艺吴化成 离世龙飞凤舞举景拍摄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台艺吴化成等你来哦 南二高白河交流道下 白河台湾电影吴化成 当食物经过真空蜜蜂高温杀菌 在这样真空无菌的环境下 食物可常保不坏 而这样的食物就是 罐头 不用防腐剂就能长期保存食物 安心 方便 美味 这就是罐头 帮您锁住最美味的那一刻 台湾罐头食品工会 关心您 地方我从来没有来过 我想要来看看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棉毡 钢板屋顶的守护绳 可以达到防水 和热 和音 防救就是护棉毡 甲崩的好朋友 饭有产品重视现代人追求健康 方便 卫生 饮食的标准 不含防腐剂 人工销料 人工色素 起云剂 现代人养生饮食的最佳选择 中获罐头类的金牌奖 又两奖及全国金字招牌奖 并持着服务 奉献 健康的经营理念 提升国人吃的品质 更能让消费者购买是安心 吃得放心 伴有 甲崩的好朋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安新唐人戴宁关心 延烧了几天的张显耀被调查事件 调查局清查后怀疑张显耀已经被大陆吸收成为共谍 至少泄密5件以上密与机密资料给大陆官员 调查局已经在昨天重视立案调查 最快明天展开约谈行动 欢迎回来 台湾艺人柯震东在大陆涉吸毒遭拘捕 但四天后媒体才曝光 陆方根本没有通报台湾的家属和政府 大陆媒体报道那是因为国台办说 柯震东并不是台商 所以不适用24小时通报 不过如果依照两岸司法互助协议 陆方需及时通报我方 陆委会表示 陆方未依照协议内容通报 原因还在了解当中 柯震东被捕四天 亲人与台湾政府未获通报 国台办称柯震东不是台商 不适用24小时通报 不过检视相关协议内容 两岸投保与司法互助协议 前者保障台商 如果被拘禁 陆方必须在24小时内通报 后者适用台湾公民身份 虽然协议没有写明24小时通报 但还是要及时通报我方 但柯震东被捕消息 到了四天外界才知道 陆方摆明不遵守协议 陆委会也还在了解 为何陆方没有通报 那在这个案子里面 陆方并没有在协议所约定的时间里面 进行通报 这个部分我们未来一定会跟他反映 他们必须要遵守协议的内容 艺人柯震东西大麻遭逮捕 中共官媒未审先判 至于柯震东何时能返台 都还是未知数 新唐人亚特电视台湾台北 真理报道 那您快速浏览中国大陆重要信息 日前中共人大常委尹中青 在接受陆媒专访中承认 中国地方政府在务规模 可能已经超过30万亿人民币 成为威胁中国经济发展 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房东吸毒被逮 震惊两岸三地演艺圈 更惊人的是 占独的不止两人 还被网友点出 其中一位32岁 金城四少之一的王硕 王硕是王府警金钱报自助餐厅邵东 舅舅是原北京市委书记刘奇 因大陆炫富女郭美美而声名囊急的 中国红十字会 日前再被揭露 利用救灾资源牟利的丑闻 腾讯财经报道 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后 中共中央拨款1.17亿元人民币 在北京顺义区牛南山镇 建造了中国首个国家级救灾物资仓库 随后化归中国红十字会管理 但是仓库被中国红十字会 以每年九十万元的租金 租给一家疑似空格公司 再转租给DHL等物流公司 每年从差价中获利数百万元 上海地铁二号线上 一名外国乘客在座位上晕倒 周围乘客不但没有出手相助 竟然仓皇逃窜 引起前后三节车枪乘客惊慌 蜂勇冲出车门甚至摔倒 新唐人雅德电视整理报道 318太阳花学潮领袖林飞凡 陈维廷等员到美国旧金山湾区 分享参与学运的过程和目的 也探讨对台湾未来政治局势的思考 请看我们来自旧金山的报道 此行来到湾区的太阳花学运领袖 是黄国昌 林飞凡 陈维廷 周富仪 赖品玉和赖玉芬 分别来自黑色岛国青年阵线和岛国前进组织 本次演讲的主办方是北加州台湾人教授协会等组织 会前预定600个座位 但是当晚到场的观众大概有700多人 我们的目的其实很清楚 就是我们在透过运动跟抗争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只要改变台湾政治局势 对抗国民党 我们对民进党也是要持续的抵抗跟持续的建筑 这才是我们的目的 学理名秀与在场的侨胞们分享了 此次反国贸运动的感受和目的 探讨对台湾未来政治局势的思考 希望可以持续的组织跟行动 其实现在台湾的政治发展 其实我觉得不能够只看国民党 也不能够只看民进党 其实有一个更庞大的公民社会 学理名秀们17号从加拿大温哥华 抵达旧金山湾区 之后将前往底特律 华盛顿 波士顿 纽约 共访问六个城市 并拜会国会议员 于8月27号返回台湾 新唐人记者龚威威 林洪泰 帕罗阿特采访报道 再来看到香港曾经多次传出 有疑似的伊波拉感染个案 不过由于香港伊波拉的风险低 所以药厂都不愿意将严重药物 及疫苗提供给香港 如果真的一旦出现伊波拉感染个案 香港专家表示建议用治疗乳癌的现有药物 来看我们香港记者梁真的报道 卫生防护中心辖下的科学委员会 星期三开会讨论应对埃波拉的措施 主席袁国勇会后表示 暂时不能从外国药厂拿到实验疫苗 但一旦医护人员受到感染 可以考虑适用一种抗乳癌的药物 不过专家强调 此药物需要先得到有关病人同意 再经道德委员会通过才会采用 卫生防护中心议会连同入境处 加强在口岸监查怀疑个案 以便早发现早隔离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统计 埃波拉病毒在短短三天内 再夺走84人性命 令整体死亡人数增至1229人 三天来确诊患病人数激增113人 整体确诊病例增至2240宗 新唐人记者梁珍香港报道 广告过后我们带您关心 在高雄文化中心附近 开拉面店的王老板 在气暴事件中不幸失去了妻儿 现在王老板挥别伤痛 重新开装拉面店 更详细的新闻内容 休息一下早安新唐人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寻找真相 我们渴望自由 我们守护台湾 可是 我们爱图案 会如果能守护台湾 就越开舒服了 可以了 我们爱真相 我们爱自由 我们爱台湾 我们INTD 开启INTD有三招 第一招 打开商店 第二招 搜寻INTD 第三招 下载安装APP 赞啦 开启INTD 你就掌握先机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高雄 加油 欢迎回到早安新唐人 被誉为全球消费电子展的风向球 IFA德国柏林消费展 下星期就要登场了 各大手机品牌抓住美光灯焦点 纷纷推出新品 台湾笔电大厂红机 也抢在昨天发表 8核心4G智慧型手机 较劲意味浓厚 手机放在笔电旁 就能自动感应手机萤幕的画面 还能同时操作 不过只限于Windows 8作业系统 红机推出价格不到万元的 8核心4G智慧型手机 跟同级中性价比较近意味浓厚 预告接下来到年底之前 我们的全线产品 红机抢在依法德国柏林消费展前 推出新机首 还预告了 要在德国发表下半年的系列产品 将要在德国端出重量级商品的 还有它 华硕 创建的装置我们是非常小心 它 我们在做的影片 只要不是英雄产品我们不推出了 投入研发穿戴装置 华硕首款智慧型手表 预计9月3号在德国亮相 红机Sony也在同一天发表新品 隔天 微软新款Windows Phone手机 以及三星旗舰智慧型手机 Gas Note 4也将曝光 被誉为全球消费电子展的风向球 依法德国柏林消费展 各家手机大厂抓住美光电焦点 推出自家新品 而令各界期待的iPhone 6 目前还没有打算在依法跟苹果粉丝见面 想要一读iPhone 6折面貌 或许只能等待 9月9号的上市了 新唐人亚台电视高线轮 黄亭峰 李晶晶 王温湾特别报道 接着带您浏览国际重要信息 伊波拉病毒疫情逐渐失控 拉比瑞亚卫生部今天示出好消息 有三名感染病毒的病患 在使用实验性药物ZMAP后 身体正在复原当中 且有一人完全康复 最近延烧至台湾的冰桶挑战慈善募款活动 在美国发起三周来捐款热潮不减 当地建栋政协会最近所获得的善款 已是去年同期的12倍 美国马州昆西市 有一场别具异议的挑战 不但有千余人齐聚 发起人之一的福瑞兹也亲临现场 除了持续响应活动外 也悼念上周六不幸溺水身亡的 另一位发起人格里芬 美国著名演员罗宾·威廉斯 11号在家身亡后 不舍他的民众发起网上请愿活动 希望将他住家附近的一条隧道 更名为罗宾·威廉斯隧道 截至20号下午 已有近千位民众联署 一只名符其实的肥猫肉丸 近日被送往动物护理中心 他被送至该机构后 更获专门照顾 原因不是他个性不好搞 而是因为实在太胖了 他的重量虽然超过一个 三岁小孩的体重 因为太胖 他走几步路就必须躺下休息 新长人雅太电视整理报道 年底九合一选举进入倒数100天 昨天国民党与民进党各自举办造势活动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授其候选员 力拼地方首长选战 国民党方面北市参选人连胜文将造势活动 颁到中场会营造大团结气氛 地方执政 地方执政 改变台湾 年底选战党主席正式启动辅选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授其地方选将 喊出地方执政改变台湾口号 率先打响战鼓 让有品质的施政来换掉无心无能的政府 让有愿景的施政来换掉德国且过的施政 请各位和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从地方执政开始来改变台湾 动赛 连胜文 动赛 胜文胜文胜文 动赛 动赛 另一头国民党中场会 党内重量级人士手拉手 一同替连胜文造势 还请来歌手黄国伦 演唱竞选歌曲 塑造正面形象 把台北点亮 也有人问我 甚至有人告诉我说 这你被骂了六个月 你怎么还选得下去 你到底想要做什么 那么我想在此告诉大家 我参选的理念 就是要去散播希望的种子 我要告诉你 出来竞选工资 就是任劳任怨任棒的 所以你还会继续被骂 但是呢 但是我相信 我相信民众会越来越了解你 以前市长身份传授经验 国民党北市保卫战 剩下一百天冲刺 林胜文能不能顺利接棒 就看台北市民的意愿 新唐人演的电视 如天长柳自营 台湾台北报导 在高雄文化中心附近 开拉面店的老板王忠成 他的妻儿都在气暴中不幸罹难 事件发生二十天后 王老板选择挥别伤痛 重新开张拉面店 以希望找回生活的目标 来好了 我们来吃饭吧 好不好 挂着浅浅的微笑 拉面店老板王忠成 不敢以往的热情 招呼着来店里用餐的客人 后来员工背后四个家庭的生计 忍住悲伤再出发 毕竟四个员工有四个家庭 那还有他的劳健保问题 那所以说我可以把店里先撑起来 让这四个员工不至于说 一下子就没有工作了 顿之两位至亲 王老板说 二十几天了都睡不着 重新开店 除了和员工一起打拼 也希望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不太敢看报纸 不敢看电视 甚至连广播都不敢听 因为你投入工作 可以让自己分心 不要那么太专注于在 太太或孩子的这件事情上 来帮老板 然后帮店长延续他的愿望 对啊 因为他把他心力都放在这间店里 所以我们知道之后 就是都跟老板说 如果之后店里还要再重新开的话 那就是我们都会回来帮他 开店五年遭逢巨变 许多老顾客都专全来为王老板加油打气 王老板加油 就是走出悲伤啊 然后重新来过 我觉得他现在找回他自己的人生目标 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他可以继续下去 未必悲伤重新开始 感谢社会大众及高雄市政府的协助 王老板要努力过好每一天 新唐雅类电视李娟荣叶子芬 台湾高雄报道 接着来看到今天8月21号有哪些重要的活动 早上10点台湾环境保护联盟为核四公投成案项目行政院请愿记者会 财经讯息中华电信intel今天举办联合记者会 永远的侠依台湾良心灵结良新书媒体查序 以及张小燕监受剑动人冰桶挑战 接着来看到8月21号的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早安新唐元 感谢您的收看 再会 明镜与点点栏目